一進門就是躺窝在地上的婦人 衣粒紗白的左腳 裹著滲出組織液的紗布 因為糖尿病引發蜂窩性組織炎 右腳掌壞死 只能夠切除保命 志工如同母親的輕柔安撫 讓她撿不住後頭大哭 所以我非常祝福 用担架把伊丽莎白抬到院子里 剪去发黄纸匣 修出不亦藏污纳过的短法 小掌纱布细心地用塑胶袋包覆避免净水 被洗出一身清爽 志工找来了防潮战板 避免淹水二度受灾 协助将一切归位 祝福夫妻俩生活也能逐渐回复正轨 拥有甜淡安然的日常 待新闻加郎亚密拉印尼报道 印尼有许多